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随机对538名女性和506名男性进行调查 他们的发现女生每天想吃东西的次数 平均比男生高出了15.6% 也就是说大部分女生确实比男生经历着更多的食物渴望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可能来大姨妈了 此激素能起到吸食食欲的作用 在大姨妈拜访的前几天 此激素的水平会不断下降 能吸食食欲的此激素少了 想吃东西的想法就更加强烈了 第二就是压力大 大脑就会吩咐肾上线 分泌出一种叫做皮质醇的激素 来帮忙应付压力 相同的压力 男女应对压力的方法可大不相同 大部分女孩子更多的是选择吃东西 来帮助分泌皮质醇 第三就是大脑不听话 在想吃东西的时候 大脑中负责管理吃东西情绪的脑区 就会被激活 有研究发现 如果同时给男性和女性看蛋糕 insa这里高态准美什么图片 女性的大脑反应会更加强烈 仿佛新世界大门被打开 满脑的发光发亮 看到最后我们发现 女孩子好难啊 每天都拼命的告诉自己 我不想吃我不想吃我真的不想吃 可大脑根本不听话 他还是想吃